查询结果,也许我游标将来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这样按钮在这里 你如果要确保一定在 如果游标在这里的话 那确定已经在这个页面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要取前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记得你要给它那个 哪一个许者的index或者名称 第几个,比如第一个 或者是它的名称叫查询名单 那我们的做法大概是这样 比如说你第一个大家先把旧的先删掉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我这边多写一个 因为我会想要知道说那个效率快慢 所以呢我会多一个那个就是 多一个什么 那个就是计时器 那撰写的方法大概类似这样 就是第一个我先在这边 然后把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到最后一列 对不对 然后呢我先把我的公式就是这个公式 counts 黑名单逗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counts 什么 这边是a2嘛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2改成列号 那最后的话会有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如果是大于等于1的话 就把这个东西call到查询结果 比如说这边是1嘛我就把它ctrl c 然后呢查询结果这边就多一个 然后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也就是说如果把公式放过来 这个等于大于等1的话 那就把旁边这个东西拉过来 那这样全部跑完之后 他就会有一个清单出来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当然大部分东西你应该都看得懂 只是说可能少部分的东西 你大概就是在 应该大部分都有讲过啦 可能是那个计时器没讲过而已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先把旧的资料先删掉 那旧的资料怎么删掉 其实一般是这样啦 就是叫clear contents 那一般的话就是整个A栏删掉的话 不是整个A栏 因为如果说你要A1到最后一列 你不如把A栏delete掉 不过A栏delete掉之后呢 我们被A1的东西不见了 所以我这样写了 因为每个人逻辑不见 我就后面再加一个 在A1再加一个查询结果 要不然的话 你也可以A1到1048576也可以啦 那也是又一行 那都ok 反正第一个就是什么 删掉清除旧的资料 旧的查询结果 然后再来怎么样 假设我今天先把旧的先clear 对不对 然后查询结果放上去 再来的话 这一行 Timer这个物件主要是取的什么 现在开始的时间 也就是现在的时间先帮我记下来 记在哪里呢 记在一个变数叫star 这个star是我们自己取的名称 所以它会帮我把现在的时间 放在这个位置 里面的话会是一个数字 那因为会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对不对 所以将来这个数字的话 等到finish的时候 再把finish 减掉star 那就会是总共几秒钟了 那它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看要不要取到小数点第几位 如果不是好像它这个 就会有到取到小数点好像第六位吧 好 那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star 这个我想是一个计时器 这个不是很重要 没有没关系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确定一下 我们是不是放在那个查询结果 这个工作表 那这一行其实可有可无 因为这个有点像保险 确定是在这里的 OK 接下来我们要做几件事 就是 诶 第一个我这边是个k 这个k 前面好像有叫追 这个k 意思是说 我将来的查询结果 要从第几列开始 帮我放在这边 那基本上我预设值2 所以将来一定从第二列 把查询结果抠到这边来 那也就是 这个k 如果找到一个 对 将来一定要往下的话 记得k k加1 就让我一直往下 这个好像前面有类似的 不过前面好像写过有个是 用追吧 不过用k用追 其实都无所谓 反正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我查到了 放的位置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跑一个回圈 不过这个回圈 是for 是查询名单的回圈 所以这边的话 你必须可以切过来 for i 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 查询名单的 a2 一直往下 所以这边注意 这个比较不一样 是 序者查询名单的 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地方的话 再加一个nets 这个我想前面都有类似的东西 nets 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在这个b欄的地方 放什么呢 放这个counts的函数 所以这里的话 把这个counts函数 这个count if的函数呢 把它放到查询名单里面的b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count if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 然后呢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我们的查询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那记得是贴的 这个前面一定也是要加上查询名单的哦 因为我要 产生结果是在这个工作表的b欄 所以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这个shits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公式呢 放到这一个工作表 shits 查询名单的b欄的位置 它基本上就多这个啦 比起前面的话 等于是跨工作表 然后呢 再把什么 把那个count if 刚刚的公式 直接贴到它的后面 这个 这个 本来是这样没有东西啦 贴上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2 改成什么 改成a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前面写的蛮多 双一号 然后呢 and and 移到中间 加一个a 然后再把前后加空白 ok 这样它就会做什么 把公式一个一个 丢到那个 前面的查询名单的 这个b欄 好 那 它放过来之后呢 势必就会有个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呢 大于 等于1的话 也就是说 查出来 这个名单 在黑名单里面 有出现至少一次的喔 那我就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东西 call到查询结果的 这个位置 好 啊 这个叙述怎么写喔 其实主要这些 我想前面都有写过啦 只是说我们怎么样 把它活用出来 所以如果 序着1 其实或者我全部干脆都 查询名单好了 那你这边用1 或用查询名单都可以啦 一个是顺序 一个是名称喔 如果它的b欄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如果它的b欄里面 的结果是大于等于1的话 then 把 他的 这个东西 查询名单里面的东西的a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一行 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后面 改成a 为什么我们要call 是call a欄 不是call b欄 对不对 所以呢把这一行call过来之后 再 把它 结果放到查询结果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去查询结果 点 啊 比较特殊是什么 他这边不是i喔 是k 为什么因为k是从2开始 就放在第二列 哪一栏呢 a栏 然后呢 k再把它加1 为什么因为 已经第二列放了嘛 他初始是2嘛 然后就往下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一直往下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懂那意思吧 不过这个是我的逻辑 这是我用我的逻辑写出来的 那写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如果没问题 他就可以继续往下跑了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结果 做出来 就帮我找到之后的话 一个一个帮我写 写到这边来 那并且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 这好像是有还有 好那最后的话 一个timer 得到一个finish 再把两个箱减 得到一个 那个total time 就matchbox 显示多少时间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那至于细节 我再check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有问题 画面先 应该是戳在这里 原来我是用数字 就是把1 call到3 那后来我刚想一想 好像用名称比较OK 比较容易理解 不然的话 你用3用1 有时候还要再转一下 好那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戳在这个地方 改完之后应该OK了 那这一行 然后在云端上 我有把它稍微修正一下 云端上面 刚刚这边 这个地方 就是把它修正一下 应该是call到查询结果 所以在云端上 旁边也会有个 最后的程式 那如果你把它call到 贴到那个程序里面 应该就OK了 对没错 所以刚刚的地方改一下 那最后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没有几行 但是 这个效果 其实就还蛮明显的 至少就是比你在那边 慢慢慢慢弄 那个效率会多很 就快很多了 尤其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资料量大 反正就是一次要去帮你跑 可是效率当然还是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待会的话 还会再讲到有关什么 如果要加快速度的话 当然用内建的函数 毕竟不太可能会有高效率的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还是非得要用那个内建的函数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稍微看一下 我把那个程式也有放在那个黑名单筛选的程式 所以你们可以打开这边 然后实际上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的东西都在这里 全部都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东西 没几行 不过它的效果当然就很显著 所以这个我想可以给各位当范本 将来如果说你有类似的这种工作需求 自动 它的就是说 你是动态的把某个公式丢到另外工作表的B欄 当它的结果出来的是大于等于1的话 那就怎么样 那就是直接把那个抠过来 给试一下 这个以色尔 今天以色尔好像有点不太 我这一台以色尔有点不太稳定 常常这样荡掉